6月18日,由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草地汤叶鹅研究进展研讨会 在云南农业大学举行 草地汤叶鹅今年1月首次在中国云南发现后 仅5个月已扩展到11个省区 全国农作物被危害面积达百万亩 云南农业大学华大基因在第一时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公关 目前已基本摸清草地汤叶鹅在云南的载变基里 完成草地汤叶鹅基因组测序 并利用生物多样性综合防控取得一定的防控效果 据悉,研究人员对一瓷一雄两只草地汤叶鹅成虫个体 进行了大片段基因组DNA提取 建库、测序和组装 目前完成了两个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 这是全球首次完成草地汤叶鹅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组装 无论是基因组完整性还是基因级的完整性 都超过了目前已有版本 基因组数据已面向全世界公开下载使用 这次的话我们主要是完成了全球最精细的一个草地汤叶鹅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测序 然后组装 然后一个研究发布 那这个基因组的话 完成这个发布的话 可以为未来的防控 以及寻找一些适合的一个药物 然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基础 云南农业大学陈斌教授及其团队在云南玉西等地玉米田内 采集草地汤叶鹅幼虫 在室内饲养后 共寻找搜集到草地汤叶鹅幼虫的寄生蜂三种 除发现三种本地寄生蜂外 陈斌的团队还在研究竹春 插角栗春两种捕食性蜂类昆虫 它们捕食能力强 捕食范围广 对草地汤叶鹅等零赤木害虫有自然控制作用 这就说明我们原来是有这种自然天体的 有这种自然天体 我们就意味着 有这一个利用它生物来防治草地汤叶鹅的潜力 但是这种潜力我们还要继续再来挖掘 我们就想来下一步通过实力的大料繁殖起来 这两种捕食性的天体以后 然后人工给它释放到地里面 释放到地里面 让它自身去在这个田间建立自己的种群 建立起来以后 它就可以自己去控制 去堵食这些草地汤叶鹅 从而有效地降低 天下的草地汤叶鹅的种群力度 人也就降低了 减少了对玉米的危害 据了解 研究人员下一步将构建 由利于保护草地汤叶鹅天敌 生态控制草地汤叶鹅的 玉米多样性种植模式 并开展天敌昆虫的阔繁 与应用技术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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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